今年是臺灣土土工 和紅水磷過辛巴印的日子 台北市立美術館 特別電源二三百五十 國家政策作品到本省 希望大家來識財 這位一直在關注 努動者生外的外甲 有一組一組的礦工 那他們是蹲著或者是站著 然後再採煤礦 外出土土工的日常 這些經典會做 失致命的土土工 和紅水磷的作品 經過三十幾年後 將於他還在臺北市立美術館來電出 紅水磷可以說是臺灣美術書上 表現努動者生外由台代表成員家 像這次對年輕人土土工 有自身對照老子 對生活的無奈 那其實他就感受到說 人其實人生原來其實就是一種搏鬥 所以他到了礦工廠來工作以後 他看到這些礦工 為了生存 他就必須冒這個生命的危險 然後到坑裡面去工作 所以他就會繼續來畫它們 這次電視 這次電視台北市立美術館來 我們會說理性對紅水磷 早期到尾期的作品 文憲頂頂頂 台幼三百五十幾乎 轉眼神來電出 馬上定義貴旗 對隊求土腳底的工 到吃老隊求紅蝦 以工的 對工精神 記者 電視台文憑 台北蔡宏報道